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基金管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同学 大家好 非常高兴准时收看基金管理 我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 缺婷玉缺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共同基金交易实务一 那在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上海商营中和分行的经理 黄一军 黄经理 黄经理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黄老师 共同基金是一个很好的理财工具 但是要注意到 购买共同基金有什么风险 同学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风险属性 挑选适合的产品 我们待会大家一起来探讨 谢谢 是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讲次 有下面几个学习重点 第一个重点 就是投资人投资属性分析 第二个重点 就是投资共同基金的优点与风险 第三个 就是共同基金的升购 第四个就是共同基金的转换与转升购 那首先我们今天来谈探讨 今天这个第一个讲题的重点 就是投资人投资属性分析 那所谓的投资人的投资属性分析 简单的讲就是要投资人量力而为 因为同学们大概都记忆犹新 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很多投资人都血本无归 那么投资人本来满怀信心 信心满满的购买了很多金融商品 那么在购买金融商品的时候 那都满以为这个是一定是会获利 所以哪知道景气一气之间反转 结果就导致血本无归 导致投资人损失很大 也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争议 很多投资人纷纷都像当初销售 这个金融商品给他们的这个银行 或者是销售机构去抗议 甚至打官司引起了很多诉讼跟纷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了这个教训之后 金管会就特别要求各个金融机构 在销售金融商品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的向投资人说明 各种金融商品 包含我们共同基金投资的风险 不保证一定获利 而且投资人也要衡量一下 自己的这个投资属性 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承担相关的风险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投资属性分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投资属性分析 也就是说在银行或者销售机构 在销售各种金融商品给客户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种问卷的形式 等于是用书面的形式来提醒投资人 在申购基金的时候要想一想 在这种变动快速的金融市场上面 我们是不是能够承担得起相关的风险 不能够好高物远 不能够自不量力 那这种问卷的形式 大概它的内容有下面四点 那第一个内容就是所谓的基本资料 问卷的第一个就是基本资料 要来询问一下投资人的 比方教育程度 学经历 或者是你的收入多寡 以及收入的来源 第二个内容就是投资的目标 投资人购买共同基金的目的是为了要筹措 什么样的经费 比方说是筹措子女教育的经费 或者是筹措购屋 还是筹措养老经费 这个投资目标 投资人也要先了解 第三个就是投资经验 这个投资属性分析里面 会来询问这个投资人 过去有没有购买 比方说购买股票 购买债券 或者是购买其他共同基金的经验 或者只有银行存款的经验 这个都会来询问 第四个就是金融知识的多寡 也就是说会来询问 提醒一下客人 有没有平常吸收金融知识的习惯 吸收的强度跟吸收的频率是多少 那是不是了解购买共同基金 是不保证一定赚钱的 那最后的盈亏呢 还是要由投资人自行来承担吸收 那这些都是等于是在投资人 在购买之前呢 做这个投资属性分析 那要让客人了解 相关的这个风险 是不是自己承担得起 那销售机构呢 不能够因为为了一味的销售 为了获得销售业绩或销售奖金 而不把这些相关的这个风险 或者是个人的风险承担的能力 跟客人做一个分析 那么以上 这就是所谓的投资属性分析 在这边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黄经理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对客人进行 投资属性分析的时候 如果客户呢 执意要购买与其财力 或者是经验 风险承受度不相称的这个基金 那我们银行该如何处理 那么这样子讲太多的话呢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购买意愿 OK 首先主管机关 目前规定销售机构在推荐任何的投资商品给客户的时候 都要对他的客户做一些那个风险属性的分析 根据客户的学历财力 投资经验 跟他的那个风险偏好等等因素 来做一个风险属性分析 将客人分成保守型 稳健型及积极型等三类的客户 所以首先第一点 非专业的投资人是不能购买超过其风险属性的产品的 因为这是主管机关的规定 所以有些客人如果执意要购买超过其风险属性的产品的时候 银行应该给予断人的季节 并降加以说明的原因 第二点 主管机关所以做这个规定的话 主要是因为避免银行做不当的销售 那怕说万一投资人真的损失的时候 影响到他生活 造成他没办法承受 第三点 客户也应该要充分的了解 他所购买的产品的内容跟特性 还有有哪些风险 客户最起码应该要知道说 他买的产品是不是保本的还是非保本的 然后有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第四点 银行最好还是要推荐适合客户风险属性的产品来给客户 譬如说对这个保守型的客户 我们可以推荐一些 比如说高平等的政府在建 对这个稳健型的投资人 我们可以推荐这个高收益的债券 或者是股票债券均衡的平衡式的基金 那对于比较积极型的投资人 那我们银行可以推荐股票型的基金 或者是说新兴市场方面的那个债券等等 是的 谢谢这个黄老师给我们的说明 我想那么这个整个基金市场要能够蓬勃发展的话 如果是在投资人以及销售机构或者是发行机构共同的努力之下 那么将来这样子投资人才能够量力而为 不至于说自不量力 买了一些跟自己风险属性明显不相称的 那到时候呢 如果血本无归 反而造成更大的纠纷 那这样长期下来的话呢 这样子没有充分告知 或者是没有帮客人做一个提醒 这样子的话呢 长期来讲 对我们整个共同基金市场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在这边我们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重点 就是投资共同基金的优点与风险 那么同学们都知道 这个共同基金可以说是我们国人 这个非常普遍 非常习惯 非常青睐的一种投资工具 所以投资共同基金有下面的几个优点 那我们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那大家都知道 不要把鸡蛋全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那么根据证券投资信托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那在这边的规定就是说 共同基金投资任意党的股票或者是债券 不可以超过它共同基金资产 所有资产的10% 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 共同基金它至少要投资10种以上的 这个金融资产或金融标的 也就是说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第二个就是交由专业来管理 那所谓的交由专业来管理 就是说共同基金集合了社会大众的油资 那么把这个油资资金集合起来 交给基金经理人来统一操盘 那这样子操盘的方式绝对可以达成 所谓的资金的规模效益 比我们个人来操盘来经营的话 反而来得更有效率 第三个就是基金资产安全而且具有独立性 那大家都知道 共同基金的资产 那是会委托交给所谓的保管机构来管理 那么保管机构管理我们的基金的资产 它是设立独立的专户 那所以说当投信公司或基金公司 或者是保管机构 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的时候 他们的债权人不能够对基金专户里面的基金资产 做出任何追偿或者是索赔 或者是任何权利的主张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对我们投资人来讲 可以说是非常的安全有保障的 第三个就是小额投资人 可以把它作为结税的工具 那原则上 购买共同基金是不用刻资本利得税 也不用刻这个所谓的证券交易税 那当然这个从民国99年开始 对这个境外基金的海外所得 要刻所谓的这个最低税负制的这个税负 但是呢对于小额投资人来讲 因为这个最低税负制的话呢 基本上有每年每户海外所得要达到100万元以上 而且还有600万元的扣除额 所以这个门槛算是蛮高的 所以对于一般的小额投资人来讲 购买基金不论是进国内基金 或者是境外基金 可以说都是免税的 那么第五个就是流动性加 一般来讲所谓的流动性就是说 投资人要申购或者是要把它赎回 都非常的方便 一般来讲投资人可以在银行的 或者是销售机构的柜台 或者是在这个家里面 随时透过网路来申购 那么赎回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国内型基金 只要1到5个营业日 1到5个营业日 境外基金大概需要7到10个营业日 就可以赎回 所以说流动性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么接着的好处就是 多元化的投资领域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购买这个基金的话呢 这个基金专业经理人 可以把我们的资金投资到我们平常所 个人所不能够投资到的地点 比方说是国外或者是说以外币 或者是我们不熟悉的领域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使我们的投资领域能够更加的多元 那当然风险分散的情形就会更加的显著 那再来就是投资门槛低 那投资门槛低 也就是说我们申购国内型 定期定额国内型的基金 最低的申购金额是3000元新台币 如果是申请境外型的定期定额的 境外型的基金 最低申购金额是5000元 所以也就是说只要有数千元的钱 那么对一般这个上班族或者是受薪阶级 那就可以来申购共同基金 那么投资到我们进行多元化的资产投资 那这样子的话 对上班族或者是受薪阶级来讲 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第八个好处就是 申购的手续非常简便 那投资人可以到金融机构零贵 或者是在家里面透过网络 当然第一次申购一定是要零贵 那么携带必要的证件跟印章 去办理开户 那开户的时候呢 记得再办理一个网络银行 那这样子事后的第二次的再申购 或者是赎回的动作 就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面 只要上网就可以来办理申购或赎回 所以可以说申购的手续非常的简便 那么第九个好处就是 长期投资富力威力大 那沟通基金最大的好处就是强调长期投资 那么透过这种定期定额 那么也不必太在意一时尽值的波动 那从很多过去历史的教训 比方说在2008年这个下半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们台股指数最低低到了3955点 那那个时候呢 如果投资人只要能够选对基金的这个标的 而且在那个一片这个景气速煞的气氛之下 仍然能够严守扣款的几率的话呢 大概一年之后 也就是说到了大概2009年的下半年 那那个时候呢 你在前一年低档的时候申购的基金 到了一年之后大概报酬率都非常的可观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是 申购这个基金投资基金它的风险 那么风险呢 简单的讲就是指这个报酬上下波动的程度 那风险依照它影响的范围的多寡 影响的范围是否广泛 可以分成两种 一个是系统性风险 那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举例来讲就是它的影响是全面性的 包含有所谓的2008年金融海啸 2011年的这个欧债风暴 乃至于我们国内而言 在2012年总统选举前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局势 混沌暧昧 那导致于我们台股呢 也在低档盘旋 那一旦选后 在2012年年初选举完成之后呢 那局势就豁然开朗 所以在2012年这个总统选举完之后 大概在1月底2月初 那个开红盘 股市开红盘以来 那我们国内的股市呢 也连续6天上涨 从7100点大概上涨到7800 那么这个也是显然总统选举的对我们国内来讲 也是一种影响是全面性的一种系统风险 那接下来我们再谈的就是非系统性风险 那么非系统性风险 就是它的影响可能是个别的 是属于比较局部的 只影响特殊的个人或者是特定的行业 包含有所谓的第一个流动性风险 那么第二个缺乏管制监督的风险 第三个可能是有汇兑的风险 那么汇兑的风险 尤其在申购境外基金的时候呢 会特别的明显 第四个就是购买非法基金的风险 那么基金千万投资人特别注意 不可能这个是保证获利的 如果有这种类似保证获利的说指 那可能你就要小心了 那第五个就是双轨报价的问题 那双轨报价问题就是说 可能它的申购价跟赎回价不一样 那投资人在赎回的时候呢 是用比较低的赎回价来赎回这个基金 那当然这对投资人来讲也是不利的 再来就是致富盈亏的风险 那么这个致富盈亏也是投资人 在申购基金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的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经理 在我们销售共同基金的时候呢 我们销售机构是否应该要告知客户可能的风险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告知的风险反而会不会影响客人的购买意愿 那我们银行又该如何来处置面对 好的 首先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实施之后 银行在销售任何的金融商品之前 都要告诉客户他所购买的产品 会面临了哪些的风险 首先你银行最起码要告诉客人 他购买的基金 有可能会面临发行机构倒闭 而产生一个信用风险 有可能也有可能说他购买的基金是外币计价 有可能因为外币的价格下跌而造成的汇兑的损失 或者是说有可能他买的基金不是保本的 那市场价格下跌的时候当然会造成本金的损失 当然第二点金融机构也应该要很明确的告诉客户 说他所购买的产品 说有可能面临的最大的损失在哪里 还有他的风险在哪里 以免客户买到的那个基金 或者是其他的投资商品 超过其他所能承担的那个风险承受程度 这样子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 而影响到生活 当然银行在告诉投资人 他购买的基金有哪些风险的时候 当然会影响到客户的购买的预言 但是销售机构还是要很勇敢的告诉投资人 以免说到时候彼此之间产生一个纠纷 当然第三点最好的方式是说 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个适合客户风险属性的产品给客户 要根据客户的他的投资经验 他的财力 他的风险可以承担的程度来推荐适合的产品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维持双方的 银行跟客户之间的双赢 维持双方良好的长久的关系 谢谢 是的 我想非常谢谢这个黄老师的说明 黄老师这种做法的话 我想是非常符合社会道德 这个非常有企业 非常有良心的一个企业家 那接着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着我们再提到下面一个学习重点 就是共同基金的申购 那共同基金的申购 顾名思义就是在投资人在某一个交易日把投资的资金以当日的这个申购价把这个资金转换成共同基金单位数的过程 这个就叫做共同基金的申购 那依照共同基金申购日期以及每次申购金额的多寡 我们可以把这个申购分作这下面这三种 第一种就是单笔申购 第二种就是定期定额申购 第三种就是定期不定额申购 那么以下我们来说明这三种申购方式 它的一些相关的说明 那第一个我们来谈到的是单笔申购 那首先单笔申购它的意义 那么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投资人在某一个时间点 把我们的资金全部一次的用一个价格来购买这个基金 那么第二个它的风险 那当然前面讲过把我们的基金把我们的资金 一次在同一个时间点一次用一个价格来买进 当然我们的成本我们的申购的成本就等于是定于一尊 那如果我们是在基金比较贵的时候买到 当然我们的成本就比较高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单笔申购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就会比定期定额 跟定期不定额申购来得高 那么第三个获利的要素 那简单地讲就是要低买高卖 这种单笔申购最大的获利关键 就是说投资人自己要掌握这个销售的 这个购买的时间点 要在低档的时候买进 在高档的时候卖出 不过这个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可是不容易 在什么时候最低档 就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那个时候普遍来讲 共同基金的净值都非常的低 可是那个时候呢 大家一片这个社会上这个景气 一片这个肃杀之气 大家都准备要领着这个所谓的这个消费券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把这个钱从这个银行搬到邮局去存的时候 大家还能够有这个勇气在低档的时候买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同学们可能有的时候要考验一下自己的这个信心跟这个耐力 在低档的时候买才是能够降低自己的这个投资成本 才是获利的一个保证 第二个就是定期定额申购 那顾名思义 定期定额申购就是 它在每个月固定的时间 用固定的金额来申购 那么一般来讲 传统上这个销售机构 每个月有三天 至少都有三天这个申购的日子 比方说每个月的6号 16号跟26号 但是呢最近市场上已经有多家的金融机构已经推出每个月天天都可以申请扣款的这个方式 也就是说每个月天天都能够申请扣款 那当然天天都可以扣款的话呢 对我们投资人来讲 以这种定期定额方式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更加的方便 那第二个 这个风险 那它的风险 当然定期定额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投资人可以不必在意一时基金价值的高低 因为它长期持续的扣款下去 它的这个风险 它的成本会变得比较摊平 那第三个就是扣款日 那我前面也讲过 扣款日呢 原则上最少每个月有三天 那同学们可以注意市场上 有些金融机构已经变成每个月天天都能够扣款 那这种扣款的方式呢 对投资人来讲会更加的便利 那再来第四个就是获利的要素 也就是要维持扣款的纪律 那么才能够摊平成本 也就是说低档的时候呢 仍然要扣款 第三种就是定期不定额的申购 定期不定额的申购它的意义 那顾名思义也是一样 在固定的期间 但是申购的金额是不固定 原则上是在基金净值低档的时候 申购的金额就要加码 在高档的时候呢 反而要减码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摊平成本的这个效果就会来得更大 那第二个它的风险 那刚刚讲过定期不定额 因为在低档的时候呢 反而要加码 也就是说一定的金额 在低档的时候呢 申请得到的这个机器单位数就更多 那高档反而少买一点 那所以这种情况长期下来 我们这个成本的分摊就会来得更大 风险就会比较低 那么扣款日 那么这个是跟定期定额是一样的 原则上每个月至少有三天以上 甚至天天都是扣款日 那第四个它的获利要素 那前面也都提过 就是要逢低加码 逢高减码 低档的时候呢 反而我们要买的更多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买到更多的单位数 那高档的时候呢 反而这个基金贵 反而我们少买一点 那这样子的话长期下来 低成本的我们升购的比较多 高成本的升购的比较少 那么它成本就降的更多 那等到景气复苏的时候呢 一次全部卖出 这样子的利差会来得更大 那么下面我们的同学们 做了一个定期定额 跟定期不定额投资的比较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假设这个投资月份 有从第一个月到第七个月 那么分成定期定额 跟定期不定额 两种投资的方式 那么基金的净值 是十元的时候呢 定期定额 我们每月投资五千元 那当然升购的单位数 就是五千除以十 等于五百单位 那九点基金净值 当变得比较低的时候呢 定期定额还是固定 都是申购五千元 每个月因为定额 所以它的单位数 每个月申购这么多 七个月下来 投资的总金额是三万五千元 那么购买到的单位数 一共是三千七百八十四点八三单位 那么如果采定期不定额的方式的话呢 那么每月投资金额 随着净值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比方说十元的时候呢 投资五千元 净值是九点三元的时候呢 低档我们反而加码 变成六千元 投资六千元 那么买到的单位数更多 是六百四十五点一六单位 那么当净值在第三个月 更下降的时候呢 我们买得更多 那第四个月更低 八点二的时候呢 我们买更多买九千元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购买到单位数是 一千零九十七点五六单位 那依此类推 那一样七个月下来 那在一样的这个基金的 净值的状况之下 我们每月投资金额 定期不定额 投资了四万五千元 那购买单位数 一共买到了四千九百 二十九点八六单位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算一算 我们的平均单位成本 那定期定额 每单位成本是九点二五元 就是用这个三万五千 去除以三千七百八十四点八三 单位成本是九点二五元 那我们的定期不定额 单位成本是九点一三元 因为我们逢低加码 所以我们单位成本 这个摊平下降的程度 会更显著 那这样子如果七个月之后 我们赎回 当时的净值如果是十元的话呢 定期定额的获利是 两千八百四十八点三元 也就是用这个单位数 这么多 三千七百八十四点八三单位 乘以净值十元 再减掉成本三万五 这个获利是两千八百多元 那报酬率就是用这个获利 两千八百四十八点三元 出于我们的成本三万五千 报酬率是八点一三八百 那如果是定期不定额的方式 那我们的单位成本是九点一三元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四万五千元的 申购的总成本 所以我们的申购到的四千九百二十九点八六 单位 每单位是九点一三元 那这样子我们的获利 是4298.6元 那么报酬率就更高 有达到了9.52% 所以这种定期定额的方式 跟定期不定额的方式 跟定期定额的方式 他们两个的差别 在这边就可以从获利 跟报酬率看出来 在这边想请教一下黄经理 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银行 这个对于大户或小户 他们我们的销售的手法 有没有不同 那他们的购买习性 又有什么差异呢 好的 一般我们所谓的这个 这些大户都可以归类为 专业性的投资人 因为专业性的投资人 他可以购买到的产品 一定是比较多元化的 因为有些产品是不能卖 给非专业性的投资人 第二点 银行因为人力资源有限的话 当然是以服务这些大户为优先 那当然一般的投资人 如果要购买基金的话 银行还是会很乐意的 去提供资讯和服务的 有些银行还是将那个 理财专业分类 一些比较有经验的 那个理财专业的话 可能以服务这些大户为主 那第三点的话 因为银行会根据 这个销售金额的大小 给予首席会折扣的优惠 这些大户 他购买的金额很大 当然可以享受到的折扣优惠 一定是比散户还要多 第四点 一般投资人 申购基金的话 都是透过网路银行为主 但对这些高资产的客户的话 他通常是以零贵为主 因为这些高资产的客户他他有个别的不同的需求 理财专业还是可以做一些量身定做来替这些大户服务 第五点 一般的投资人购买基金是以增加财户为目的 但是这些高资产的客户 他购买这些基金可能比较重视保密性 安全性 当然也有可能是节税的考量 看是不是可以降低利息守得 或者是说在移转的过程中降低一些证交 那个赠予税或者是移转税这些的问题 是的 我们非常谢谢这个黄经理的说明 那从上面的说明 同学们就必须知道 这个申购基金的话 首先是要到零贵去开户 那开户的时候 不要忘记办理一个网路银行 那这样子你以后的这个申购或赎回 都会非常的方便 而且手续费也会比零贵来的便宜 以上的说明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感谢黄经理的参与 谢谢 谢谢